第六章人民是决定的因素 领导人不应站在人民之上 不应站在人民之外 必须站在人民之中 是人民的一部分 话说1960年5月6日上午 毛泽东呈专列抵达郑州 河南省负责人吴知浦 杨卫平 史相生 赵文甫登上专列迎接毛泽东 毛泽东劈头就问 我在火车上 在郑州附近 看了你们的麦子很好 差不多一人高 有水浇没有 杨卫平说 有的有水 是城里的污水和黄河水 演师是全省第一 麦田管理的好 毛泽东问单位产量呢 杨卫平说 有一个封产单位 去年搞到800多金 毛泽东又问 有那么多没有 杨卫平肯定的回答说 他那里好 5月7日下午1点50分 毛泽东乘车来到河南省委招待所 在二楼一个房间里休息 等待着会见 非洲12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活动家 和平人士和工会 青年 学生代表团和代表 共54位朋友 他们是索马里兰 塞内加尔 塞纳勒沃内 苏丹的社会活动家 和和平人士 阿尔及利亚工人 总联合会代表团 刚果全国工人联合会代表团 吉内亚工人 工会联合会代表团 卡麦隆劳工总联合会代表团 马达加斯加工会代表团 马里联邦 工会联合会代表团 摩洛哥劳联代表团 桑吉巴尔劳工联合会代表团 和塞内加尔工会代表 法术所 马里兰 非洲人独立 工会联合会代表 阿尔及利亚青年代表团 阿尔及利亚学生代表团 卡麦隆青年代表团 桑吉巴尔青年代表团 和刚果青年代表 2点30分 非洲客人们来到了省委招待所 毛泽东下了楼 站在接见大厅门外迎候 刚走下车门的一位非洲客人 一眼便望见了毛泽东 他非常激动 高声叫道毛泽东 其他下了车的客人也看见了 一边跟着高呼毛泽东 毛泽东 一边拥上前去 睁着和毛泽东握手 有几个客人喊道 注意秩序 排好队 不要乱 在礼宾人员的协助下 客人们按顺序排成单行 依次和毛泽东握手问候 宾主步入大厅 毛泽东在掌声和欢呼声中 登上讲台 向客人们频频挥手 高兴地说 欢迎朋友们 客人们见毛泽东要讲话了 这才坐下来 掏出笔记本 准备记录 毛泽东接着说 我没有去过非洲 今天请朋友们当老师 给我上一课 讲讲非洲的主要情况 讲讲非洲人民最关心的问题 客人们一听便棱住了 他们面面相去 想不到毛泽东 是这般的真诚和谦虚 但很快就有十几个人 举起手来请求发言 毛泽东说 很好 这么多朋友愿意给我上课 我很高兴 一个客人说 我们不是作为教师给您上课 而是作为学生 向您汇报非洲人民 同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斗争的情况 接下来 12个国家和地区的客人 各自派代表发了言 毛泽东又说 请没有发言的朋友 讲一讲 一个客人说 我们已经用了一个多钟头 不应该再占用您的时间 我们有这样宝贵的机会 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 感到非常荣幸 请毛主席给我们上课 教导我们如何战胜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 毛泽东站起身来 亲切地说 欢迎朋友们 我们是朋友 我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 共同反对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 接下来 他深入前出地 介绍了中国革命的经验 高度评价了非洲人民 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世界意义 和古巴人民的抗美斗争 一个客人提问说 您对5月16日将在巴黎召开的 美苏英法四国首脑会议 有什么看法 毛泽东说 世界大战我们是反对的 我相信朋友们都赞成 不要打世界大战 避免打世界大战 按照我们中国的说法 要两条腿走路 四国首脑会议 或者大国协商 是跟他们在桌子上谈 这是一条腿 亚洲 非洲 拉丁美洲 反对殖民主义 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又是一条腿 两条腿走路 世界大战就打不起来了 我们支持四国首脑会议 或大国协商 同时 我们更支持 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各国人民 有权力反对他们的压迫 接着 他谈到了 要破除对帝国主义的迷信 和斗争策略问题 他说 我们很高兴 看到非洲朋友 有这么多人破除了迷信 迷信的第一条就是怕帝国主义 你们破除了这一条 不怕帝国主义了 但是 我相信 你们非洲两亿人口中 还有一些人怕帝国主义 对帝国主义还是迷信的 或者说是有幻想的 因此 你们还要向他们做工作 有十年 八年 慢慢的人就多了 两亿人口中 可以有一亿人 或者一亿多的人 完全破除迷信 站起来不怕帝国主义 胜利就有把握了 毛泽东还对 阿尔及利亚 临时政府副总理 兼外长克里姆说 美国给戴高乐 提供军火飞机 侵略阿尔及利亚 是要把你们消灭掉 把我们灭掉 甚至把戴高乐也灭掉 只剩下他 戴高乐同美国 又合作又有矛盾 在斗争中 要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我们与法国没有关系 只要有可能 就会支持你们 不仅在道义上 而且在物质上 如果武器能够运到 也可以支持 我们对所有反帝力量都支持 同时他们也支持了我们 这是世界反帝力量 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谈话就要结束了 毛泽东举起手中的茶杯 说道 祝贺我们的团结 我们一定会胜利 让我们团结起来取得胜利 客人们纷纷起立 热烈鼓掌 毛泽东请客人们 到门外一起合影留念 而后同他们一一握手告别 送走客人 毛泽东来到临时办公室 要秘书去请熊向辉 据熊向辉记载说 主席送走了非洲朋友 我去食堂吃饭 刘宁一忽然匆匆走来说 主席指示 今天会见非洲朋友 要发表消息 等你去写 我跟着刘宁一走进主席办公室 主席靠在木制大堂椅上吸烟 我向主席问好 主席说 不握手了 坐吧 今天让你做秀才 桌上有烟 自己抽 增加点烟式霹雳唇 英文inspiration 及灵感 笔者注 我坐在办公桌后的长辈木椅上 刘宁一和杨尚坤 坐在担任沙发上 主席说 人家要开大国 强国首脑会议 我就开小国 弱国人民会议 三号在济南开了一次 今天又开了一次 这些小国 弱国的人民不简单 破除了对帝国主义的迷信 比赫鲁晓夫高明 天下是千奇百怪 赫鲁晓夫是苏联共产党总书记 硬是迷信帝国主义 列宁不是讲过吗 在帝国主义时代 帝国主义制度是一切战争的根源 赫鲁晓夫不赞成列宁 他说 现在有了那么多原子弹 能够毁灭全人类 所以当代最重要的问题 不是反对帝国主义 而是避免战争 保持和平 他说 避免战争 保持和平 必须依靠大国 强国的首脑 首先依靠美 苏两国的首脑 只要他和美国总统 艾森豪威尔互相信任 友好合作 达成裁军协议 就能让一切国家化剑为离 天下就能永远太平 主席说 赫鲁晓夫去年9月访问美国 同艾森豪威尔会谈 他宣扬 艾森豪威尔是爱好和平的 他9月30日来到北京 一下飞机就大放厥词 一吹他的美国之行 如何如何成功 要我们不得破坏和平气氛 二吹他的裁军主张 如何如何美妙 要我们相信 帝国主义可以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在我们国庆十周年招待会上 他含沙摄影 污蔑我们用武力试探 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 主席说 赫鲁晓夫想控制我们 前年 他要在中国建立什么长波电台 搞什么潜水艇联合舰队 我们说 这涉及中国的主权 连半个指头也不行 他原来答应 帮我们造原子弹 还签了协定 后来他说不帮了 不帮就不帮 我们不稀罕 中苏两国之间诸如此类的事情 我们坚持原则 在内部对他进行批评 同时照顾大局 不由我们公之于事 在国际问题上 赫鲁晓夫不支持殖民地人民 争取独立的斗争 不支持被压迫民族 被压迫人民 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还帮助帝国主义进行恐吓 说只要燃起一星火花 就会引起世界大战 必须马上扑灭 他美化帝国主义 散布和平幻想 麻痹世界人民 实际上助长帝国主义的侵略 战争政策 对这样的事情 我们不能再保持沉默 今年4月22日 列宁诞生90周年 我们发表用红旗编辑 不明一写的 列宁主义万岁 对国际上的重大原则问题 正面说明我们同贺鲁晓夫不同的观点 我们没有点贺鲁晓夫的名 注意维护中苏团结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这篇文章的内容不错 就是太长了 引经据典 书生气太重 一般人不爱看 所以在四大国首脑会议之前 我先开小国 落国人民会议 3号在济南 我同拉丁美洲和非洲14个国家公会 和妇女代表谈话 尚昆没有参加 刘长盛和曹孟军参加了 我说要发表简短消息 我有些官僚 没有看稿子 第二天报上登出来 虽然简短 内容有些不妥 写了人家唱东方红 写着干什么 大国杀文主义 今天再发表一次消息 写上非洲朋友讲话的要点 写上我讲话的要点 要表明我们的反低立场 不要长 要快 半个钟头够了吧 我说 我就试试 我稍微考虑了一下 用圆珠笔 再拍纸包上写 写完后看了一遍 做了个别增删 一共写了四段 第一段 新华社郑州七日店毛泽东主席 今天下午 在这里接见了 正在我国参观访问的 来自非洲12个国家和地区的 社会活动家 和平人士 以及工会 青年 学生代表团和代表 他们是代表团名单 容积增补第二段 在接见中 各个代表团都做了热烈的发言 介绍了他们多少年来 在帝国主义压迫和榨取下 所遭受的种种苦难 介绍了他们反对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斗争的情况 表达了他们 争取彻底胜利的决心和信心 并且表达了 他们对于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 和对于中国人民伟大领袖 毛泽东主席的敬爱 第三段 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国6亿5000万人民 对于非洲人民 反对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的英勇斗争 表示完全同情和完全支持 毛泽东主席还表示同情 和支持南朝鲜人民 土耳其人民 反对帝国主义 及其走狗的爱国主义斗争 毛主席感谢非洲人民 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情 祝贺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的伟大团结 祝贺在反对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的共同斗争中 取得彻底的胜利 第四段 今天陪同接见的 有中共中央书记处后补书记杨尚昆 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 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刘宁一 我把稿子交给刘宁一 他和杨尚昆传看后 改了几个字 请主席过目 卫士打开堂椅后的立灯 把木板架安置在堂椅上 把稿子放在木架上 主席一边吸烟一边看 在审阅过程中 主席问代表团名单容积增补 增补了没有呀 我说 我正在搞 主席继续审阅 说 对非洲朋友的讲话 概括的还可以 有一句要不的 他让卫士递给 他一支圆珠笔 划去了几个字 又加上几个字 主席问代表团名单 搞出来没有 我说 搞出来了 主席要我递给他 他看后问 名单为什么这样排 我说明理由 主席说 排名单要能讲出道理 搞不好 人家会有意见 这个排法我赞成 我说 主席真细致 主席说 在济南做了一次官僚 现在辞职了 主席要我从头到尾 念一遍 我发现 杨尚昆 刘宁一把原稿 最后一句的祝贺 改成并且确信 彻底改成最后 主席把原稿第二段的 中国人民伟大领袖 化掉了 在第三段 最后一句 并且确信 在反对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的 共同斗争中 后面加了一个斗号 再取得最后的 胜利前面加赏 一定会 我念完后 主席说 就这样 下点毛毛鱼 捅出去吧 刘宁一说 已经让新华社 河南分社社长 在招待所等 我说 我就去办 我回到餐厅 把新华社 河南分社社长 围行找来 他看了稿子 要拿回发 我说 稿子上有主席 亲笔修改的字句 我要留作纪念 让他另抄 这时 刘宁一赶来了 把稿子拿走 说 主席 还要再看看 维行说 他马上给北京新华总社打电话 报告这件事 总社要通知全国各大报 流出明天头版的版面 不一会 刘宁一又匆匆来了 说 主席口售 他笔录 加了一段 内容非常好 主席 让你再去谈谈 我随即跟他回到主席办公室 主席仍靠在 躺椅上吸烟 我看到在原稿第二段毛泽东主席还表示同情和支持南朝鲜人民 土耳其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爱国正义斗争之后 刘宁一笔录了以下一段话 他认为南朝鲜人民和土耳其人民的这种斗争 表明亚洲各国受压迫人民 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 将会有更大的兴起 这个斗争对于非洲人民 拉丁美洲人民 以及全世界人民的正义斗争都将是一种支持 主席说 所以全世界人民的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 我看完后说 刚才宁依同志对我讲 主席加的这一段非常好 的确非常好 把主席今天同非洲朋友讲话的主要内容突出出来了 主席说 找你来不是让你讲 非常好 非常好 我离世想的这几句来不及推敲 你看还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改 我又看了一遍 说在文字上有几点小建议 开头的他认为 改成主席认为 这样前后比较连贯 主席说 可以 还有呢 我说 在亚洲各国受压迫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之后 加上风暴两个字 主席今天同非洲朋友讲话 几次讲了风暴 斗争风暴比斗争更有气势 赫鲁晓夫经常鼓吹 现在国际关系晴雨表的指针 不是指向暴风雨 也不是指向阴天 而是指向晴天 改成斗争风暴 也是间接 不赫鲁晓夫的 主席微笑着说 你对赫鲁晓夫的讲话倒有点研究 还有什么要改的 我说 最后那个所以 似乎可以不要 主席说 我常说 所以 有点习惯了 刚才不知不觉说了出来 刘宁依旧记了下来 这里不必要形成文字 主席风趣地说 所以 所以两个字可以删掉 主席又让我把这条新闻稿 从头到尾念一遍 念完后 主席说 三个臭皮匠 凑成一个诸葛亮 你们还有什么意见 杨尚昆说 很好了 没有意见了 早点发出去 再迟 新华社就难办了 我说 我这就去办 并说 今天人民日报 第五版的新闻很重要 请主席看看 主席说 今天还没有看报纸 有什么重要新闻 我说 美国一架飞机 侵入苏联领空 被苏联打下来了 主席说 美国的侵略行动 搞到苏联头上 赫鲁晓夫 还在幻想 加强普遍和平 我看 我们将来应该出 赫鲁晓夫全集 主席对杨尚昆说 通知北京 帮赫鲁晓夫一把 公开表示 我们支持苏联 打下美国的飞机 支持苏联 对美国的抗议 让人民日报 发表社论 警告美帝 对苏联挑衅 就是对中国挑衅 就是对所有社会主义 国家挑衅 主席说 时间很晚了 大家散了吧 我也要回火车去了 5月8日下午2点30分 毛泽东在河南省委招待所 会见了来华访问的 拉丁美洲八个国家的代表团和代表 共25位朋友 他们是 智利工人统一工会代表团 哥伦比亚石油工人联合会代表团 哥斯达黎加工会代表团 厄瓜多尔工人联合会代表团 和阿根廷 巴西 智利 厄瓜多尔 秘鲁的文化 教育 政法等界的著名人士 同时接见的还有古巴军队 总督查威廉 加尔维斯 罗德里格斯少校和他的夫人 据雄相会记载 啰嗦后 主席首先说 欢迎朋友们 拉丁美洲距离中国很远 各位朋友来到中国很不容易 利用这个机会 请朋友们向我介绍拉丁美洲的主要情况 并且欢迎朋友们 对中国提出意见 批评和建议 几位外宾分别发言 主席做着认真听取 有时在拍纸簿上记下要点 一位外宾说 我们是抱着学习的目的来到中国的 现在请主席给我们做指示 主席站起来说 我讲一些情况和意见 不是做指示 主席在详细谈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后说 我们要互相学习 互相交换经验 中国的经验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产生的 中国有中国的条件 经验不能照搬 只能参考 还希望朋友们做分析 哪些是优点 哪些是缺点 有哪些是成绩 有哪些是错误 现在我们工作中还有一些错误 我们用整风的方式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特别要听取人民的意见和批评 中国犯了错误 你们研究也有意义 可以避免犯类似的错误 主席针对外宾们提出的反地斗争的问题 反对战争与争取和平的问题 做了生动的深刻的阐述 主席送走拉丁美洲朋友后 我回到卧室 不久 刘尼一来找我 说主席指示 今天还要发消息 等你去写 我随他走进二楼主席的办公室 主席说非洲朋友们很热情 拉丁美洲朋友也是这样 若果小国人民会议开得好 有共同语言 主席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 我们就宣布执行和平外交政策 但是我们的领土主权 绝不容许别人侵犯 谁来侵犯 我们就要自卫 这同和平外交政策是一致的 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这对我们进行建设有利 我们也同帝国主义打交道 譬如1954年参加日内瓦会议 同美国在华沙的大时机谈判 还在继续 我们坚持原则 不抱幻想 同赫鲁晓夫不同 对世界大战 我们说了两条 第一反对 第二不怕 赫鲁晓夫和我们半同 半不同 他反对世界大战 又害怕世界大战 越怕越有鬼 越怕世界越不和平 如今连苏联的领空也不和平了 世界为什么不和平 怎样才能和平 赫鲁晓夫同我们的看法不一样 赫鲁晓夫完全依赖大国协商 我们强调 主要依靠各国人民的斗争 小国弱国的人民 同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 所以还要发消息 让世人听听 小国弱国人民的声音 听听我们的声音 照昨天的规矩 不要长 要快 根据昨天的经验 我事先做了考虑 并且以写好第一段的岛屿 听完主席的指示 我着手写正文 写完交给刘宁一 刘宁一同杨尚昆 孔元传越商量后 做了一点改动 送给主席 主席先让我念一遍 我念到新华社郑州八日店 毛泽东主席今天下午在这里 接见了正在我国参观访问的 来自拉丁美洲八个国家的朋友们 接见中 毛泽东主席首先表示了 对拉丁美洲朋友们的热烈欢迎 并介绍了中国人民 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 拉丁美洲八个国家的朋友们 向毛泽东主席 谈到在中国参观访问的观感 他们热情地称赞中国人民 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 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称赞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称赞中国人民 对于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 所做的贡献 他们还谈到了 拉丁美洲人民同中国人民的历史联系的 日益发展的友谊 他们说 拉丁美洲人民同中国人民 有着共同的敌人 那就是美帝国主义 他们介绍了 古巴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 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情况 他们表示 拉丁美洲人民团结起来 并和中国人民 以及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取得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后胜利 毛泽东主席感谢这些朋友对中国人民的称赞 主席说 中国人民和拉丁美洲人民一样 长期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 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团结 依靠各国人民的支援 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 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在中国的统治 现在正在建设着自己的国家 改变着一穷二白的面貌 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 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 因此需要时间 需要和平 需要朋友 主席说 古巴的人民 拉丁美洲的人民 全世界的人民 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帝国主义 以及他们的走狗 则是我们的共同敌人 但是他们的人数很少 主席说 世界和平的取得 主要依靠各国人民的斗争 主席对古巴人民 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 表示钦佩 主席说 古巴人民和拉丁美洲 各国人民的斗争 帮助了中国人民 中国人民的斗争 也帮助了古巴和拉丁美洲 各国的人民 人民是决定的因素 依靠人民的团结和斗争 必能战胜帝国主义 和他们的走狗 取得世界的持久和平 接见时在座的 有中共中央书记处 候补书记杨尚坤 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 刘宁一等 我念完后 主席要我递给他 卫士安放了木板架 主席摆在上面看 亲笔做了修改 让卫士送还我 我发现 主席改动了三处 把第二段中 称赞中国人民 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 取得的伟大成就 改成称赞中国人民 在自己的工作中 所取得的成就 在这段最末一句 取得反对帝国主义的 最后胜利之前 加上一定会 把第三段 第一句毛泽东主席 感谢这些朋友 对中国人民的 称赞中的 称赞改成 有益 主席问我有什么意见 我说后两处 主席改得非常好 取得反对帝国主义的 最后胜利 只表达了可能性 主席加上 一定会 就表达了必然性 感谢这些朋友 对中国人民的 称赞太庸俗 主席把称赞 改成有益 含义和格调 就完全不同 非常亲切 得体 只是对主席 对第一处的改动 我不理解 主席问 有什么不理解的 我说 昨天写的非洲朋友 表达了他们对 中国人民伟大领袖 毛泽东主席的敬爱 这是他们的原话 主席把中国人民 伟大领袖 这几个字删掉了 说是要不的 今天写的 拉丁美洲朋友 称赞中国人民 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 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这也是他们的原话 也完全符合事实 我不理解 主席为什么那样改 主席说 人家那样讲 我们不能那样写 我们搞了这些年的建设 不能说没有成就 说伟大成就 就不符合事实 一穷二白的面貌 还没有改变 有什么伟大呀 我说 成就是中国人民 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 所取得的 这符合事实吧 主席说 为什么一定要说 毛泽东的领导呀 没有毛泽东 中国人民就取不得成就了 这是唯新史观 不是唯物史观 我把唯物史观 概括成一句话 叫做人民 只有人民 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实践证明 过去打仗 靠的是人民 现在建设 靠的还是人民 一切成就 都来自人民自己的努力 你不赞成 我说 唯物史观 并不否定 杰出的领导人的作用 主席说 这是半截子 唯物史观 领导人和人民 不能分开 也不能等量器官 我讲了 今天你也写了 人民是决定的因素 领导人 不应站在人民之上 不应站在人民之外 必须站在人民之中 是人民的一部分 所以 中国人民 在自己的工作中 所取得的成就 其中包括了你们 也包括了我 如果脱离人民 做官当老爷 那就不能包括 总而言之 必须突出决定的因素 突出人民 绝不要突出个人 尤尼一说 主席的指示很深刻 我们要好好学习 这篇新闻稿 这就要定下来吧 主席又要我 从头到尾念了一遍 当念到一定会取得 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 最后胜利时 主席说 这里有点突兀 再一定会前面加上这样 我召加了 主席想了一下又说 加上这样 语气有些散 改成旧字 就一定会取得 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 最后胜利 你们看怎么样 大家都说好 我图去了这样 加上旧字 杨尚坤说 今天的新闻稿 比昨天的更有分量 就这样发出去吧 主席点点头 我辞出 把主席审定的新闻稿 交给已在宾馆 等候的雷行 5月9日下午2点30分 毛泽东在河南省委招待所 会见了来华访问的西亚三个国家的代表团 共23位朋友 他们是伊拉克文化代表团 伊拉克工人代表团 伊朗工会代表团 和塞浦路斯 劳工联合会代表团 据雄像会记载 主席在这次谈话中指出 当前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义 是美帝国主义 在很多国家 有它的走狗 帝国主义所支持的人 正是广大人民所唾弃的人 蒋介石 李承晚 岸信介 巴蒂斯塔 塞伊德 曼德烈斯支流 或者已经被人民所推翻 或者将要被人民所推翻 这些国家的人民 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 和其他帝国主义的走狗 也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 主席说 日本人民正在行动起来 现在广大的日本人民 正在举行比过去规模更大的示威 反对岸信介政府 同美帝国主义签订的侵略性的军事同盟条约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日本人民的这一斗争 主席说 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都得到并将继续得到 6亿5000万中国人民的坚决支持 主席说 帝国主义的寿命不会很长了 他们做尽了坏事 全世界一切受压迫的人民 绝不会饶恕他们 主席说 根据中国的经验 团结人民的大多数才有前途 历史是人民的历史 政党领袖应当是人民的代表 如果脱离人民群众就要倒台 蒋介石为什么被赶出大陆 因为他脱离群众 人民中间最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 他们是生产者 没有他们 我们就不能生活 因此主要的基本的是 团结工人和农民 要满足他们的要求 代表他们的意志 还有别的人 主要是知识分子 中国还有民族资产阶级 现在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我们还是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 知识分子 教授 教员 科学家 文化工作者 工程技术人员 更是少不了的 他们有缺点 但是可以改造 今天在座的人 就有这样的例子 就是他主席指着担任翻译的马尖教授 他是一个穆罕默德 今年53岁 是专门研究可兰经的 今天没有他 我们就不能开会 我们不能脱离他 他信穆罕默德 我不信 但是我们两个并不打架 他信穆罕默德 又不是共产党 那没有关系 他不反对社会主义 不反对共产党 而且拥护社会主义 拥护共产党 那更好办事 有各色各样的人 并不都是共产党 中国有6亿5000万人 只有1300万共产党员 共产党员要力争团结 6亿3700万非共产党员 被打倒的阶级 譬如地主阶级 我们也要改造 主席说要战胜帝国主义 不是短期的事 要进行持久的 坚矩的斗争 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团结一切 可能团结的力量 只是不包括敌人在内 这是我们革命胜利的经验 中国的经验对外国来说 只能有选择有分析的来对待 每个国家 每个民族 都有自己的历史条件 外国的经验 只能做参考 我所讲的话 只供朋友们参考 接着 伊拉克 伊朗和塞浦路斯 三国外宾 各有一位代表简短发言 感谢毛主席的接见和谈话 并表示 要加强本国人民的团结 加强同中国人民 和其他各国人民的团结 共同反对帝国主义 最后 毛泽东举杯 祝贺世界人民的进一步的团结 祝贺日本人民斗争的胜利 祝贺世界人民 反对帝国主义 及其走狗的斗争的胜利 主席送走西亚三国朋友后 刘宁一把我找到主席的办公室 主席说 晚上我有事 今天没有请亚洲朋友多发表意见 他们不会见怪吧 游宁一说 不会 今天的气氛和前两天一样热烈 主席说 这次在郑州 用三个下午 开了三次小国 弱国人民会议 收获很大 非洲 拉丁美洲 亚洲 这些小国弱国人民 都有一股劲 我看 世界大有希望 我三次讲话大同小异 发表消息 每次有一个重点 前天的重点是 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都是互相支持的 昨天的重点是 世界和平的取得 主要依靠各国人民的斗争 今天要强调 为了战胜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 必须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 必须团结 不包括敌人在内的 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继续进行艰巨的斗争 加起来 就可以基本上说清 我们对国际问题的立场 主席让我快写 我写完后 照例送给刘宁一 他照例给杨上昆船看后 送给主席 主席改了一个字 其余未动 主席从唐椅上起来 说 我要回火车去了 趁主席整一的机会 我把新闻稿交给雷行 回来时 主席已走出办公室门外 主席说 都不要送了 主席同刘宁一 和我分别握手 在杨上昆和卫士的陪同下 离开了招待所 5月11日下午 毛泽东在专列上 同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 吴知浦 杨卫平谈话 杨上昆在座 毛泽东说 地方要搞铁路 搞汽车 通河流的地方 要搞轮船 空中要搞运输飞机 他问起河南的汉情 吴知浦说 去年从夏季 一直汉到秋季 全省有四分之一地区 一直汉到现在 这个情形 跟光绪三年 连汉三年的情形一样 光绪三年 河南大汉 1942年 河南大汉 最怕下汉 秋汉 不过 今年的麦子还算不错 去年工作上 也有毛病 一部分地区欠收 对灾情估计不足 搞基本建设 公用粮食太多 抗汉也多吃了粮食 所以 今年浮种并多 主要是西洋专区 旁的专区也都有一点 不怎么严重 西洋专区说 病了十来万人 正常死亡与浮种病死亡 也很难分 死亡率是增加的 西洋专区可能增加 好几万人 今年准备好好总结总结 接受教训 明年有可能不犯 头两年的错误 不过还不能大意 毛泽东说 对于事物 首先是认识它 然后才能改变它 而认识 要有个过程 我们中央 省这两级 做上层工作的人 不可能都去看公社 就是选一点要点 去看一看 要靠下面反应 而下面反应的材料 就有一部分不可靠 总而言之 上级领导机关 比如中央一级 省一级 连地位 也是不甚寥寥 方针 政策 计划是否正确 不是理论的问题 而是实践的问题 横直去做 做出结果出来了 就是正确 方针政策 是否反映了客观实际 是要靠座 他又问 河南现在有多少人 吴志浦说 5100万 毛泽东说 恐怕要提倡一下结育 多印一点避孕的书 制造避孕的药品和器具 在这次谈话中 毛泽东又提到 南水北调问题 谈话结束后 毛泽东 由吴志浦等 陪同到郑州东郊人民公社 烟装看小麦生长情况 又接见了 河南省和郑州市的 直属机关的干部 一半人左右 还参观了 河南技术革新 和技术革命展览会 晚八十左右 毛泽东离开郑州 南下武汉 5月12日 毛泽东呈专列抵达武汉 5月14日 毛泽东会见了 日本日中友好协会 工会总评议会等 访华代表团 以及古巴 巴西 阿根廷访华代表团 他在会见中的 谈话要点 见毛泽东外交文选 如下 新的日美安全条约是为了压迫日本广大人民 是以中苏为敌 以亚洲人民为敌的侵略性的军事同盟条约 它对亚洲和世界和平是严重的威胁 同时也必将把严重的灾难带来给日本人民 中日两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当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 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 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共同敌人 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敌人 帝国主义在许多国家培养它的走狗 这些走狗是本国人民所不喜欢的 日本的爱心界政府就是这样的政府 日本自由民主党的有识爱国之士 也对爱心界的反动政策表示不满 目前日本人民正在展开规模宏大的斗争 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 日本人民在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的斗争中 觉悟一天天提高 觉悟的人越来越多 日本人民是很有希望的 中国人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坚决支持日本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 古巴和拉丁美洲人民支持日本人民的斗争 日本人民也支持古巴和拉丁美洲人民的斗争 最近美国派优二型飞机侵入苏联 进行间谍活动被苏联击落 苏联人做得很正确 这件事再一次暴露出美帝国主义在虚伪和平的幌子下 所进行的准备侵略战争的真面目 进一步向全世界证明了这样的真理 对帝国主义不应当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曾经有些人把艾森豪威尔说成是一个十分爱好和平的人 我希望这些人能够从这样一些事实中觉悟起来 我们支持首脑会议的召开 不管这种会议有无成就和成就的大小 但是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应当依靠各国人民的坚决斗争 帝国主义最怕的是亚洲 非洲 拉丁美洲人民觉悟 怕世界各国人民的觉悟 我们要团结起来 把美帝国主义从亚洲 非洲 拉丁美洲赶回他的老家去 5月15日 毛泽东为中央起草 关于在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 全文如下 自从3月23日和30日 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山东六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批示 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指示以后 全国已有一部分地区 在农村中初步开展了反贪污 反浪费 反官僚主义的运动 根据现有情况看来 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 它证明了中央对于农村基本情况的分析是正确的 关于开展三反运动的方针和原则 中央在上述两个指示中已经有所规定 总的来说 就是三反运动一定要搞 搞的原则是教育为主 承担为福 对于那些犯有错误而不严重的人 应该采取教育的方法 帮助他们改正错误 对于那些错误极其严重 民愤极大的人则应该坚决成办 通过这一运动 主要地达到两个目的 即普遍提高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 改善他们的工作作风 进一步密切党和广大群众的联系 同时 对隐藏在我们队伍中的坏分子加以清理 以纯洁我们的组织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 为了推动三反运动更好的发展 中央再提出以下意见 请各地注意掌握 一 必须肯定 农村基层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 他们忠心耿耿 朝气勃勃 艰苦朴素 敢想敢干 并且具有一定的共产主义觉悟 正是这些同志 带领了农村广大劳动人民 实现农业生产的大跃进 完成党在农村中的各项工作任务 在这些同志中 有一部分人思想作风上 虽有某些缺点 但是基本上也是好干部 另外 犯有较严重贪污 浪费和官僚主义错误的人 只是很少数 真正的坏分子更是极少数 对于这种总的形式 必须有足够的估计 只有这样 在开展三反运动时 才能避免发生偏差 才不致使打击面过宽 才能不让坏分子乘机钻空子 才能真正保护广大干部 和群众的积极性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犯有贪污浪费 官僚主义错误的人 在农村基层干部中所占的比重 虽然很小 但是他们所犯的 这类错误的危害性是很大的 这类错误所以存在 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思想 对我们干部队伍的侵蚀 三反运动所展开的斗争 正是两条道路的斗争的 一个重要的方面 如果我们不及时地 进行这种斗争 这类资产阶级思想蔓延开来 将会给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带来极大的损失 在这方面 同样的应该有足够的认识 因此 必须采取坚决的态度 把运动搞声搞透 必须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 把资本主义思想搞臭 只有这样才能大大的提高干部和群众的觉悟 更迅速地把社会主义 建设事业 推向前进 对一切错误的思想和行为 应该进行坚决的斗争 但对于犯错误的人 则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 根据他们所犯错误的情节的轻重 和态度好坏 区别对待 目的是团结和教育极大多数 挽救一切可以挽救的人 根据已有的材料 犯错误的人基本上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共产主义觉悟不够 在经济手续和工作作风方面有某些毛病 虽然他们占了一些小便宜 挪用一些公款 有小量贪污 或者在有些事情上犯有官僚主义和强迫命令的错误 但是他们基本上仍然是好同志 对党和人民群众的革命事业是坚决地积极努力的 做了不少有利于人民革命事业的工作的 在犯错误的干部中间 这类同志占很大的比例 以贪污的情况为例 湖北有个材料说 犯有这类错误的人占农村基层干部总数的23% 他们平均每人贪污四十几元 贪污一百元以上的只占百分之几 多数是二三十元 对于这样的人应该进行严肃的批评和教育 一般不要给予处分 不戴贪污帽子 主要地是帮助他们提高觉悟 改正错误 使他们今后能够更好的工作 另外一类是犯有较严重的贪污 浪费官僚主义错误的 这类人比前一类的人数少得多 大体上只占农村基层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几 对这些人则必须坚决地进行斗争 给予必要的组织处理 其中少数错误及严重 民愤极大的 应该坚决撤换 是党员的 应该开除党籍 以致逮捕法办 在运动中必然会揭发出 隐藏在我们干部队伍中的 低负反坏和退化变质的分子 这些人都应该一律清除出去 以混入党内的应该清除出党 罪行严重的应该给予法律制裁 这次三反运动中 对于那些犯错误的人 处分的面一般不宜太宽 大体上已控制在3%以下为宜 其中受撤销职务和开除党籍处分的 应控制部1%以下 代步法办的更应该是极少数 二 在农村基层干部中 需要进行三反检查的 应该是生产小队以上干部 和财贸系统的基层干部 特别要注意公社一级 和公社直接经营的企业单位 对他们 三反运动应该以反贪污为重点 官僚主义 强迫命令 铺张浪费也必须反 但是应当根据具体情况 有什么反什么 至于没有担任干部职务的农村党团员 需要做检查处理的 一般只在党团组织内部进行 不在群众中公开批判 某些社员有小偷小摸行为的 也应该另选时机 通过正面教育 引导他们自觉改正错误 不要把他同三反运动纠缠在一起 对于那些犯有贪污 多占 挪用等错误的人 各地在处理时 还必须注意以下的方面 不论什么人 不论贪污 多占 挪用的数量大小 都必退必赔 一时退不起的 可以分期退回 对贪污数量大 或贪污行为恶劣的人 还可以用强制劳动的办法补偿 计算的时间 除了少数严重的大贪污犯以外 一般地从1959年算起 而不要从人民公社成立以后算起 算贪污和不算贪污的界限 各地可以根据具体情况 和处分面碟控制比例 分别规定 一般不宜过低 大体上以200元300元为宜 满产私分的行为 不在三反运动范围内清算 三 当前农村工作的中心是生产 因此 三反运动必须紧密地结合生产 利用农市间隙时间来进行 使它成为推动生产的力量 各地在开展三反运动时 都必须很好地掌握这一原则 至于开展运动的时间 由各省区 是自行安排 中央不做统一规定 三反运动应该有计划地 分批分期地进行 要有始有终 不要一哄而起 一哄而散 在运动中 应该贯彻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 以当地的党的组织为领导核心 依靠贫农 新老下中农的积极分子 应该充分发动群众 并且广泛地运用 大明大放大字报的形式 应该尽可能运用原有的 社员代表会议 社员代表大会等组织形式 同时 在运动中 必须坚决防止 任何违法乱纪的做法 反对逼供信 严格禁止干部压制群众 打击报复 不许打人骂人 或采用其他的变相肉情 来对待犯错误的人 四 必须了解 反对贪污 浪费和官僚主义 是一个长时期的任务 需要经过多次反复的斗争 问题才可能基本解决 为此 接候在全国范围内 将定期地开展三反运动 同时 还应该定立必要的制度 以加强党员 干部同群众的联系 并且在工作中 加强群众性的监督 中央要求全国各部门各地方 认真地 进一步地建立和健全 各种民主管理制度 和财务制度 采取具体措施 以防止干部中的贪污 浪费和官僚主义的发生和发展 此外 中央还要求全国各级组织 和全体干部 在接到这个指示后 立即贯彻执行下列的规定 从中央委员起 返到农村人民公社去检查工作 了解情况的各级干部 和参加现场会议的人员 必须一律到公共食堂 同群众一起吃饭 各级机关和党的组织 除招待外宾外 都不准用公款请客 送礼 农村人民公社的各级干部 都必须参加一定时间的生产劳动 他们参加生产劳动时间 由各省 市 区党委 根据具体情况 自行规定 在最近几年以内 所有农村人民公社 一般不得盖大礼堂 办公楼 招待所 或进行其他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 5月16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 关于抓紧生产小商品的指示 他写道 上海局 各省 市 自治区党委 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 需要多种多样的小商品 例如运用小百货 小五金 零星的生活用品 家庭用品和一些小农妇产品等 这些小商品供应的充分 人民生活就感到方便 供应的不充分 人民生活就感到不方便 小商品在社会商品供应中 占有重要地位 大体估算 约占社会商品流通总额的 30%至40% 因此 抓紧小商品的生产 不仅是有关人民生活的重要问题 而且是有关吸收社会购买力 稳定市场物价的重要问题 去年6月 中央在上海召开了 全国大中城市副食品生产 和手工业生产会议以后 各地党委对这方面的工作抓得很紧 小商品的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使去年第四季度和今年第一季度 小商品的供应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进 但是据有关部门的反应 最近某些小商品的生产又有减少的趋势 减少的主要原因是 由于某些地区最近没有抓紧小商品生产 以至有些原来使用于小商品生产的原料材料 又被其他方面挤掉了 有些生产小商品的工厂又改产别的东西了 小商品品种不全的情况 已经开始在市场上有所表现 如银胎子 卫生球和人丹等下令小商品 已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 如果不及早注意抓紧 再过一个时期 小商品供应不足的现象还会更加显著 因此中央要求各省 市自治区党委对小商品生产问题加以注意 认真的进行一次讨论 切实安排原料材料 切实安排制造能力 务必做到各地的小商品生产 在品种上和数量上 比去年第四季度和今年第一季度不仅不减少 而且还有增加 同时还应当继续抓紧废品回收工作 和小下收小秋收运动 一年四季都要抓 丝毫不要放松 中央1960年5月16日接着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对冶金工业部党组 关于继续大办钢铁小羊群和小羊群 升级问题的报告做了一个批示 他写道 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现将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继续大办钢铁小羊群 和小羊群升级问题的报告发给你们 请各省市自治区根据具体情况参照报告中所提规划 有步骤的进行安排 两年多的经验证明 钢铁工业以及其他行业的小羊群具有伟大的生命力 他对加速我国工业的发展和改善工业的地区分布 都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他打破了人们办工业的神秘观点 成为技术革命的开路先锋 同时也是支援农业的一个重要关键 为了更好地执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在基本建设方面 必须坚决贯彻大中小相结合 以中小为主 而且以小羊群为主的方针 进一步破除主观的片面的贪大贪洋的意识形态 改变那种认为发展小羊群是一时权宜之际的观点 明确树立发展小羊群 是我国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长期的战略方针 随着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的发展 人们对大型企业的观念也需要改变 过去设计是中小型的企业 生产效率成倍的提高后 实际上已经成为大型企业了 而小羊群配成套升级后 也就成为中型的企业了 对于这种新的情况也必须充分重视 从而使各行各业的小羊群企业 获得更为普遍于发展 中央1960年5月16日5月17日 毛泽东离开武汉 5月18日毛泽东到了长沙 专列停在大托扑专线上 他接见了省委常委以上干部 毛泽东在同张平化谈起 韶山滴水洞的地理形势时 又提起了想在那里搭一毛棚的愿望 此时 刘少奇 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 会参加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也相继来到湖南与毛泽东会合 毛泽东在工作之余 与周恩来同乘一辆轿车 游览长沙世荣 车子行驶到橘子州 毛泽东故地重游 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回忆起青年时代 与同学们纵论天下大事的情景 不免想起了自己早年的诗句 橘子州头 他深情的淫霸 又对周恩来解释说 这橘子州又称橘州 水陆州 水陆州 长岛 还有人也曾用这水陆州之名 写过一幅迎联 说至此 他不由地灵机一动 微笑着对周恩来说 恩来 我初一上联 你能对下联吗 周恩来说 主席请讲 毛泽东淫道橘子州 州旁州 州行州不行 周恩来一听 知道毛泽东是触景生情 将眼前穿梭般的船只 与千古不移的江州 自然融入一连 而且 此连中动静相对 意境幽远 三个断句 两处顶针 州和州 又是谐音 应对难度极大 自己一时 也难以想出合适的下联 正在思索间 车子已经开到了天心阁 他看到天心阁石柱上 镇刻着刘策成撰写的一幅对联 道是天心阁 阁落阁 阁飞阁不飞 水路周 周搏周 周流周不流 顿时高兴起来 心想 主席在这儿等着我呢 你将下联意了五个字 做上联 我何不将上联意一个字 来对你的上联呢 想吧 他便对毛泽东说 主席 我的下联有了 你的上联是 橘子周 周旁周 周行周不行 我的下联 可对天心阁 阁中阁 阁飞阁不飞 毛泽东此时 也正在观赏着 在湖南议师时的 历史老师刘策成的这一英联 听周恩来如此一说 甚是佩服 他的技巧与灵敏 二人会议的相舍而笑 5月19日 毛泽东呈专列途径诸州 他和刘少奇等人决定 在全国各地 举行群众集会 支持苏联 对四国首脑会议的立场 本传前面已经说过 美国优 二型间谍飞机 5月1日 进入苏联领空 被苏联击落 5月16日 苏 美 英 法四国政府首脑 在巴黎召开会议 讨论苏美关系 和寻求解决重大国际问题的途径 会议期间 赫鲁晓夫要求 艾森豪威尔 对美国优 二型间谍飞机 进入苏联领空事件 公开道歉 遭到拒绝后 退出会议 毛泽东认为 赫鲁晓夫的强硬态度是好的 5月20日 北京市在天安门广场 举行了有200万人参加的群众集会 和游行示威 5月21日 毛泽东经九江到达杭州 下车后 在南平游泳池 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 举行会谈 中方参加会谈的 还有刘少奇 周恩来 邓小平 柯庆施 汤生 陆定一 陈伯达 王驾祥 杨尚坤 江华 苏美英把四国首脑会议的流产 使世界局势骤然紧张起来 国际公运内部 也出现了思想混乱 甚至有人说 这是大战前夜 金日成想就此听听 中共中央的意见 他在谈到赫鲁晓夫的对美政策时 说赫鲁晓夫在1955年 就叫他们不要反对美帝国主义 毛泽东说 美国在巴基斯坦 土耳其 西德 英国 法国 意大利 希腊 都有军事基地 去年10月3日 赫鲁晓夫在中国放了一炮 说我们不应该拿武器 去试验资本主义政权是否稳固 他在匈牙利党代表大会上 骂我们不战不合是托洛茨基 5月1日 苏联打下美国间谍飞机 5月2日 艾瑟豪威尔就说 有 二飞机是他派的 而且说 街后还要派 逼得赫鲁晓夫再无考虑余地 这才下决心 我们开群众大会支持苏联 这样可以迫使美国规矩点 意大利共产党说 大战就要爆发了 逃离亚地 他们悲观起来了 当然 也有可能打起来 但是 英法不愿意打 西德 日本还没有武装好 此外 还有拉丁美洲和非洲人民的斗争 我看不必悲观 自然也要警惕 5月22日 金日成离开杭州 返回北京 这天下午 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了 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主要讨论四国首脑会议流产后的 时局问题和中苏关系问题 毛泽东说 帝国主义本性不会变 因此有两种可能 现在是和平时期 将来有战争的可能 时期国共产党会议认为 现在这样的阶段到来了 就是存在着在社会上 在世界范围内 根绝战争的可能性 这是反列宁主义 反马克思主义的 要取得世界和平 只有加强力量 在世界范围内 建成统一战线 做斗争 使他前方有顾虑 社会主义阵营是不容易惹的 后方有顾虑 亚非拉人民的斗争 本国也有顾虑 不然和平的实现不可能 陆定一说 苏共二十一大比二十大还反动 二十大讲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 二十一大则讲在社会生活中 出现排除战争的时代 大家认为 对苏共的方针 在一些根本问题上 不能指望赫鲁晓夫会改变 这一次他是被逼的 一是美国逼得厉害 二是国内对美国群情激愤 四国首脑会议流产之后 已不是西方同他搞得很好的时候 他神气得很的时候 现在两党之间有一点共同点 利用这个关头 把赫鲁晓夫拉一下 毛泽东说 同苏共斗争的形式 用文章 方法叫指丧骂怀 现在对苏共 也是拖时间的 不遗余破裂 在谈到赫鲁晓夫时 毛泽东还说 这个人一直没有个章程 像游离层一样 他是十二变 跟他相处 怎么个触法呀 这个人 艾森豪威尔形容过 说他是一个中投之内 瞬息万变的 赫鲁晓夫何必那么蠢 把美国人捧得那么上天 也不想下衣着棋 从戴维迎回来 那么吹 他不想想 美国人可能变吗 扩大会议还讨论和制定了 关于台湾问题 和对台工作的总方针 毛泽东说 台湾宁可放在 蒋师父子的手里 不能落在美国人手里 对蒋介石 我们可以等待 解放台湾的任务 不一定要我们这一代完成 可以留给下一代去做 现在要蒋介石过来 也有困难 问题总要有这个想法 逐步地创造条件 一旦时机成熟 就好办了 后来 周恩来请有关人士 转告陈诚说 台湾回归祖国后 可以行使自治权 除外交以外 军队 人士 均可由台湾朋友 自己来管 周恩来还表示 台湾当局 只要一天驻台湾 不使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大陆就不改变 目前对台湾的关系 预知毛泽东 此后的重要活动 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约 本章对毛泽东 在1960年5月7 8 9日 三次接见外宾的情况 作为和小国朋友交往的特例 尽可能地 做了比较详细的叙述 毛公说 这次在郑州 用三个下午 开了三次小国 弱国人民会议 收获很大 非洲 拉丁美洲 亚洲 这些小国弱国人民 都有一股劲 我看 世界大有希望 我三次讲话 大同小异 前天的重点是 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都是互相支持的 昨天的重点是 世界和平的取得 主要依靠各国人民的斗争 今天要强调 为了战胜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 必须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 必须团结 不包括敌人在内的 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继续进行艰巨的斗争 加起来 就可以基本上说清 我们对国际问题的立场 请看 他在不同时间 不同场合的讲话 竟然像写文章一样 不但有条有理 而且层次分明 还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思想 实在是高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